上回咱们说到 刚于十日头次第一期 半月通报第二期 好容易有了希望了 还得跟掌柜的借身衣裳 这掌柜的是千斤斤万嘱咐 我这鞋可没上脚的 您可别踩到笛坑里去 张仪这恶心的 第二天穿上新衣裳 到了相府门前 怎么一看见门历 张仪就一哆嗦心头要坏 这门历啊 冲着张仪之发愣 赵王有指 相国主朝办事去了 您明天再来吧 张仪没办法 只能点头答应 万分傲丧回到殿中 十掌柜跟着就来了 张仪说 十掌柜就劝 别着急 别着急 咱们再等等 张仪想我怎么来的 还不是好些的假掌柜 给我带来的吗 我为什么不找假掌柜的借借钱 嗯 二来呢 他说了 他在相府里有朋友 嗯 求假掌柜跟他的朋友说一声 他这朋友 再多说句话 我就能见着我三哥书琴了 想到这儿呢 他就把借来的衣服脱完放好了 上帐篷来了 掌柜这一瞧他来了 赶紧站起来了 有事儿吗 您呢 嗯 我跟您打听打听 就是 那天我来的时候 他陪我一块来的 是你们这儿的人做买卖的假掌柜 我不知道不知道 这十掌柜的脑袋摇得跟波润骨似的 真的不知道吗 你瞧 从来没听说有个做买卖的假掌柜 不认识啊 张仪没办法 得了 寒碜就寒碜了 穿着这身轻衣小帽就出去了到城外到找这位假掌柜 每天呢 还到相府等着三哥后见 先到相府后出城去找人 风声扑扑 鸡顿宝一顿 受尽了冷嘲热讽 嘿 吞了苦辣酸咸啊 一连七天 一到相府就这一句话 相国入朝议事去了 连词都不带换的 这就是张仪七天后见第三起 嘿 见相也见不着 出城找家掌柜也找不着 张仪实在不能忍受了 信说苏秦内 你这是要置我张仪于死地啊 嘿 你要把我整着死是怎么着 他嘴里总是这么叨叨念念的 这使掌柜可看出来了 张先生老都能这一句受了病了吧 来到了张仪的屋中 张先生 您到相府后见七天了 没说别的 张仪不说话了 那 您到城外找朋友也没找着吗 啊 徒劳忘返 那给你打算怎么办呢 哎 变主动啊 这次邯郸执行我就不应该来 我寒痛了心了 这么办 明天我去辞行 起身返回故里啊 只是短欠您的店翻账 我没办法还呢 这我是最着急的 张先生您先别后悔 这么办 明天我早早的叫您起来啊 您再去一趟 事情不成 回来再商量 哎 没有 过不去的道啊 您先歇着 张仪是心乱如马 悔恨交加 进退无路 拆解无门 这一脚 翻过来 掉过去 这可真叫失眠了 也就稍微 怎么以朦胧 刚要闭眼 石掌柜来了 先生 您该起了 可别握上 哎 张仪起来 洗脸漱口 把借来的 是衣服又穿好了 哎 刚穿上 这石掌柜 就在门口那说话了 张先生 您请吧 祝您成功 您呐 呃 今天也别在我这 吃这两只油条 喝这碗豆浆了 我琢磨的 今天您一定能见到 苏向国 到那时候 山泽海味 还不给您摆上来吗 您请吧 这石掌柜 一步一步 跟着还真紧 张仪啊 根本没琢磨 这油条跟豆浆 到这时候 怎么觉得心里 这么委屈呀 要是真能见着 三哥呀 也行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 去相府了 见着就见着 见不着 我可就到了 出离殿房了 天哪 也就蒙蒙亮 张仪往前走着 一会儿 听见鸡脚 一会儿听见狗汪 天刚蒙蒙亮 走到了相府 哎 相府门前 可已经挺热闹的了 车马喧嚣 人声嘈杂 各种官闲的灯笼 闪闪烁烁 张仪一看 这相府正宗的府门高大 两扇猪门 密布金钉 尚不有寿环 依然开了 张仪望里 这么一看 假使排列成行 两边摆着一帐 金瓜乐斧 指掌群横 耀眼声光 真威严 正瞧着呢 门里出来了 呦 张仪然到了 我给您望里通名 不等张仪说话 撒腿望里就跑 跑得真快 跟一六院似的 张仪心说 这还大了 就应当快快的 给我通名 没想到啊 这门里跑得挺快 张仪在外边 当着工夫 可就不小了 嗯 张仪纳门啊 跑这些这么快 出来怎么这么慢呢 哦 我明白 一定是三哥苏秦念在 手足之情 摆开仪仗出府迎接 让我多等一会儿 嗯 要是这样啊 还差不离 张仪仗想着 这门里啊 有点正宗大门 出来望着仪仗 美丽张仪 放向不均衡 张仪先生随起 向国同窗好友 而今身为不一 正门接纳 尤为常立 限令张仪 从脚门入府 吃完了之后 进去光当当 就把这大门给关上了 嘿 张仪我身为不一 或是普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啊 大门不让我进去 看 张仪气得点哆嗦呀 时间不大 这门里又大脚门里出来了 笑嘻嘻的抱拳兵手 张先生 您从这边请吧 进脚门 嘿 这可是张仪脚门入府 第五气呀 被迫辞行是第四气 这就是第五气了 可把张仪气坏了 心说苏亲苏亲 你不见我还说罢了 现在让我走脚门 这不是让我存心丢脸吗 我就应该跺脚一走 咱们稍后 再说 张仪真想躲脚脚走啊 又一想我不能走啊 我欠这电饭账啊 我得跟我三哥要钱 给人家掌柜的呀 再说了 嘿 我 我 我什么呀 没办法了 张仪现在什么也不能想了 只好忍气吞声进香府 慢慢的望里走 顺着脚门走 涌路直奔厅堂 老远就看见了 厅堂前边是个大月台 周围有三层的玉石栏杆 正中厅堂大门外边 对面站着两台甲式 披肩直位 一队一队一队的一直排到月台的尽头 从打在月台下边望上手 一共十三层台阶 结实两边都有一个一个大铁领 真可以称得上是列顶 陈兵 严肃壮观 看见这个阵势 张仪心里也照样发愁啊 慢慢的顺着十阶望上走 走六七档 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 站住 下了张仪的心都快蹦出来了 立刻就不敢走了 心说是喊我的 谁喊的呢 张仪往四外看了看没人 嘿 得嘞 张仪豁出去了 走 他往上走 这回他可看清楚了 就在月台上面的假式 手捧长隔 连看张仪都不看 在这喊呢 来人听的 现在是各国官员 和本国文武成功 工业相国的时候 你也要回避 稍后才是 说了不理他 也不看他 也不告诉张仪 说你应该上哪儿等着去 全部管 嘿 张仪是说话不好 不说话也不好 前进不成 后退也不成 站着不对 不站着也不对 嘿 真是口将言 而烈容 足将尽 而自聚呀 万分尴尬 这张仪啊 浑身都妄臭冒凉气呀 就觉得旁边很多人都在说着 你们瞧 这姓张的子子没出息 跑了好几百里地上这儿 胡忍官亲来了 纯粹是活现眼呢 就咱们家那点风水 还想八戒相国 八戒高枝呢 哎呦 张仪就觉得面红耳赤 是强压满腔怒火 也就仗着呀 张仪是真有修养 真有心胸度量大 涵养功夫神 他知道 在这个地方自己闹起来没好处 就在这时候还算不错 走过了一个人 先生 您请到这边来 张仪就跟着这人 走到东方的狼烟底下 望着一站号着吧 先生 您稍候 这时候天哪 就快亮了 张仪是笔管调直的 在这一站 这叫东郎狐狸 第七期 张仪在这 瞬着眼睛 往这厅堂里看 只见里边灯火通明 照如白昼 这大厅所有 二十五千层那么大 朱红的格闪 朱红的暴柱 迎面三上 古铜的围瓶 上边刻着 丹凤朝阳 桌到后边 圈椅上端坐着 相国苏群 哼 苏群好看 身高在九尺 身材四成 头上戴着相雕 欠明珠香一宝 双龙胶扭 光滑灿烂 身上穿着白色缎的 圆领大红柱丝的 蟒袍 笑的是 尖丹日月 下边配的是 海水江牙 正当中 是五蟒闹龙公 腰中记得 七宝 全珠白鱼带 大红的中英 足灯朝雪 往苏群脸上看 面如六叶 荷华红中透粉 粉里透润 两道长眉 如七刷漠染 一双虎木 木若朗星 鼻如玉柱 唇似丹珠 三流 默然呼须 在胸前飘洒 英风俊彩 气宇玄昂 真是一位 俊美的吉男子 在条转上摆着竹简 一卷一卷的 总有好几百斤 嘿呦 这幕僚啊 门客呀 书办成差呀 都在旁边伺候着 文武成功拜见 谈话呀 办公啊 余管进出 就跟排成一条炉似的 教条书成将 在这办公 眼睛瞧着 对边的人 嘴里问这话 手中批示 一波走流一波 扮得这条马里呀 可张仪呢 在这站着 时间可就太大了 本来 张仪在楚国 让令营手下的武士 打得腿舌咄备烂了 刚刚好了 没多少日子 受不住这气呀 又饿又累又生气 就觉得眼前之发黑 心里就 砰砰砰之跳 浑身的 国道节啊 跟在小厨房里 钻得那么疼 虚汗又下来了 来回一晃又 差点怕去 旁边这位 心眼还不错 右手一扶 先生 您站稳这点 眼瞧着 天到中午了 张仪是实在受不了了 一横心 我走 我不受你 苏秦苏继子的 窝囊气 哎 就在这结构眼上 听天有人高声含嚷 听口人 张仪心说 怎么那么巧啊 今天情况 我就别走了 现在我就看看 这姓苏的 还有人心没有 嗯 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你当哥哥的 不用说降阶相迎 哪怕你到门口 姐姐 说上两句 顺耳的话呢 咱们前高后摩 我这口气不声了 咱们就不提了 张仪想到这儿 把心气平了平 缓步登台阶 走进大厅 哥俩可近在咫尺了 坐着的苏 苏相国 站着的是张仪 苏秦啊 嘿 甭说降阶相迎 连身子都没欠一下 这就是张仪生的 第八口气 坐安寿礼 这苏秦多大的抬头啊 气得张仪 面色铁青 四肢乱斗 嘴唇都哆嗦了 有心拼着一死破口大骂 可是张仪想这是相复大堂啊 在这地方论交情不太合适啊 心说苏秦苏秦子啊 你欠我张仪太善 君子不跟小人置气啊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我张仪是讲理的人 我还是以理相大 将来要传到天产人耳朵里 人们只笑你苏秦 谁能指责我张仪呀 张仪想到这儿 暂且忍住心头怒火 跪倒行礼 相国在上 张仪拜见 按理说呢 师弟来了 苏秦就应该下位相参 说一声兄弟起来起来吧 赶紧请张仪上座 来伙哥俩呢 喝着茶 畅序离别之情 苏秦没有 还在这坐着 两只手一合梦下 鼓了两下 哈哈哈哈 弟子啊 别来无恙啊 这回张仪可真受不了了 好吧 心说苏秦我给你大败八败 你就跟我来个吐槽队啊 他偷演一条苏秦的 眉梢眼角神态清密 这张仪呀 说上话来的 想骂都骂不出来了 净声也哆嗦了 心里着 后悔 叫着自己的名字 张仪呀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土国高阳打你 你皮肉受苦 伤在外 你的三哥苏秦 伤了你的心 伤在那呀 就在这时候 有侍从们过来 给苏相阁跪倒磕头 相公 五善时刻已到 哦 传 是 一听说 传善 张仪更饿了 心说得 你能好好的请我吃顿饭 也算是有情有义了 苏秦 微微一笑 哈哈 鱼子啊 我身居相国 公事荣杂 老你酒 老你酒后这样吧 你再多站一会儿 我饭后呢 还有要紧的事 跟你商量 哎 感觉是苏秦呢 不让 这就是堂上 待宴 第九期 这张仪眼睛都喷着火 来了 心里难受 恨不得痛哭一场 跟这姓苏的隔袍断意 画地绝交 时间不大 就在苏秦面前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 真是相国吃饭 吃一看二眼闻三 说不尽的海味深圳 用不着风瓜 这菜香肉香 这香味跟酒味 就往这张仪的鼻子里挂呀 侍从呢 就来到苏相国身旁 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 可张仪听见了 这侍从说什么呀 相国 客人来的时候 天还没亮 现在饭食已到了 哦呀 我倒忘了 好啊 请客人到廊下用饭吧 时间不大就给安排好了 张先生 您请吧 张仪过来一看 差点没把鼻子起歪了 饭桌不大 大胖子 可以拿他当个舞蹈做 旁边放一小马车 桌子上有一盘大葱多鸡蛋少的炒鸡蛋 一盘扁豆老肉片薄的闷扁豆 最好的呢 是一碗没勾芡的稀溜溜的鸡血酸辣汤 旁边一盘 干巴巴的四张加糖饼 一小碟厚死人的黄酱 三两文波剑酒味的酒 一个有巨子的小破酒重 张仪的肺都给欺诈了 七季来我呀 新说我来到赵狗找书秦 我受了多少气呀 十日头次第一期 半月通报第二期 七天后见第三期 被迫辞行第四期 脚门落腐第五期 登街 夜见第六期 东郎狐狸 第七期 安坐受理第八期 堂上代言第九期 俩菜一汤是第十期 我受得了吗 咱们明天